一命二运三风水 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 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五地钱的使用风水 众所周知 五地古钱是古代帝王制造发行的通用货币 不但很有价值 关键还具有极高的威严 具有曲鞋划煞的作用 鞋碎之物不敢近身 所以一直以来 五地古钱在民间就十分受欢迎 人们喜欢将其作为饰品 佩戴在身上 或是当作挂件悬挂在家中 从而起到镇宅保平安的作用 但事实上 五地古钱不能随便使用 有着很多的讲究 今天小酱汁就来给酱友们讲解一下五地钱的使用风水 一 什么是五地钱 五地钱是指清朝顺治 康熙 雍正 乾隆 嘉庆 五个皇帝的铜钱 铜钱外缘内方 外缘代表天 内方代表地 中间的皇帝年号代表人 天 地 人 三才俱备 因而具有扭转乾坤的能量 有党煞 辟邪 旺财之功效 顺治 康熙 雍正 乾隆 嘉庆 五地处于中国国力最强大的年代 时代相连 国运昌盛 社会安定繁荣 帝王独尊 百姓乐业 所以带有五地名号的五地钱挂件 能镇宅 化煞 并兼具旺财功能 二 五地钱的风水作用 一 挡煞辟邪 家居风水中出现周围气场不好 入户门与门正对 与电梯正对的情形 以及横梁压顶 窗外有煞气等等 都可借助五地钱来挡煞辟邪 二 招财 在我们生活的周围 常常会看到有很多经商之人 常常会比较喜欢购置五地钱 这主要是因为五地钱在风水学上具有招财的功效 真凭五地钱的制造年代是中国封建王朝 清朝 国运昌盛的时候制作的钱币 五地钱也象征着国运昌盛 以及社会安定 稳定 同时如果可以长期佩戴五地钱 还能够起到影响招财风水的作用 三 改变运气 我们常常会遇到我们身边的朋友抱怨自己的运气太差 如果这些人可以随身佩戴一条真凭五地钱 就可以大大的改变自己的运气 这主要是因为五地钱从清朝到现在的流传 五地钱在岁月斩战的时候 五地钱也是在不断的吸纳了天地人的精气 所以真凭五地钱能够趋利避凶 四 镇宅 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些装修房子的朋友 会找一些真凭五地钱买在家里 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主要是因为五地钱能够起到挡灾坏煞的风水作用 可以保护一家人平安 健康 事业顺利等 五 防小人 个人随身携带五地钱 放于贴身口袋中 可以增望自身财运 对其他方面的运势也有所提升作用 还可避邪防小人 六 化太岁 五地钱也有化解太岁的作用 每年的太岁方位不同 所以每年在家中的太岁方挂上五地钱 可以化解太岁带来的干扰和煞气 本命年很多人都会遇到一些不顺的事情 所以在本命年的时候可以随身携带一串五地钱 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化解本命年带来的煞气和厄运 很多事情向好的方向发展 三 五地钱的使用风水 一 可以戴在身上 佩戴在身上的话 对于主人的财运会有一定的帮助 能够强化主人的财运 用五地钱来招财 聚财 同时还能够为主人消灾挡难 这一点主要是由于五地钱具有挡煞避邪的风水功效 所以将五地钱佩戴在身上的话 对于主人的运势有极大帮助 二 可以挂在车上 将五地钱挂在车上的主要作用就是保主人出入平安 避免在行车过程中被一些邪煞之气所绕 给主人带来一些灾祸 由五地钱在车上坐镇 可以确保车内的风水祥和 有利于主人的出行 三 一挂在门上 挂在大门前的话则是能够起到挡煞避邪 以及招财的双重功效 这也是五地钱的两大基本风水功效 毕竟大门乃是住宅的那气口 所以将五地钱挂在此处以来 可以挡住从大门进入的邪煞之气 二来能够招来财气 但不可正对大门摆放 四 可以放在枕头下 如果晚上睡觉总是做噩梦的话 建议将五地钱放在枕头下面 这样能够起到一定的驱邪功效 避免主人睡觉的时候被邪煞之气所扰 这样对于主人的睡眠以及健康都会有所帮助 五 悬挂客厅 五地钱本身仍然是钱的属性 事前就不能过度的暴露出来 需要一定的遮掩 所以当我们在放置五地钱的时候 一定要有所遮蔽 比如说将五地钱穿着一串 放在客厅的某个隐蔽的角落 就可以起到旺财的效果 而且功效经久不衰 六 放在玄关处 放在玄关的五地钱是保平安的 玄关是进门之后看到的第一个地方 也是外来气场通往家里的第一个关口 在玄关放上一枚五地铜钱 可以挡住外头来的煞气 七 即放在卧室床头 五地鼓嫌千万不能放在卧室 尤其是床头 将是禁忌 原因在于放在这里的话 可能会侵扰到梦境 晚上容易睡不着 还特别容易做各种乱七八糟的梦 有时候可能还会产生梦游症 如果是已婚夫妻 两人的关系也会越来越差 可以说是同床异梦了 八 放在财位 五地钱可以摆放于家中财位 有朝财纳福之功 因为五地钱是最辉煌时期五位帝王的象征 五行属金 而且本身也是股时流通的货币 如果将五地钱摆放在家中的财位 也会生财旺财 让整个家庭财源广进 财运旺盛 还有资金流动比较频繁的家庭 把五地钱放在保险柜或金库中 也会有着摧财的吉祥之一 九 放在饭煞处 在住宅风水中有各种形形色色的煞 有很多房宅的细小结构 或者家居中的摆设装饰 也会不小心触犯一些煞 例如房门对房门 厨房对客厅 或者是房宅的阳台 会看到一些特殊建筑医院 教堂 或者对着一个房角 等利器等等啥 都可以通过摆放五地钱来解除 十 悬于厕所 传说五地钱 极具帝王之气 能够有辟邪的功效 那么对人身体也有一定的好处 尤其是家里阴气比较重的地方 用帝王之气镇压最有好处 五地钱的摆放讲究就是 哪里需要放哪里 将其悬挂在厕所 则有利于身体健康 四 如何充分发挥五地钱的风水作用 一 按顺序摆放 五地钱的摆放顺序 按照五位清帝的先后 从左至右 以字为顺志 康熙 雍正 乾隆 嘉庆 二 用红神祭五地钱 可更加强五地钱的功效 红色 五行属火 代表光明 正气 太阳等 五地钱五行属金 在五行中为火克金 但金飞金熔炼不能成气 更何况用红神穿五地钱的组合中 五地钱力大 红神势力较弱 视为所谓的微火炼金 反而有利于五地钱灵气的充分发挥 三 五地钱祭用黄神祭 五地钱神祭最好不要用黄色 他属土 总教信仰食记忆上的辟邪色 五地钱自身已有辟邪作用 这样搭配功能反复 黄色穿五地钱想土生金 但五行之势过反倒杂 导致了许多的金掺杂一点点土 由于土多金埋 土薄金杂 薄土不生强金 因此是个很不正确的搭配 四 五地钱与其他吉祥物组合 可各得其所相得益彰 每种吉祥物有其独特的作用 但也有一定的针对性和局限性 五地钱也不例外 如果根据具体情形 将五地钱与其他吉祥物组合起来 则可起到多方面的作用 五 根据地支五行摆放 摆放五地钱可以按照地支五行藏杆来定 是因为藏杆也就是暗藏 从藏杆上定出的彩位是可以叫做暗彩 也就是意外之财 比如紫藏魁水 按照五行生克定财位 魁水是因水克火 火为财 四火为阴火 为大暗财 五火为洋火 为小暗财 在相应方位摆放五地钱 小将之提醒 五地钱布置必须有针对性 居家环境布局决定着运势的走向 自身发展的专业里还要注意自身命格的布局 要想自己的运势友好的前进就要利用其特点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将之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将之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